依西记的多年前第二代缆胜运动版刚刚上市的时候 我就被它的广告宣传片所深深震撼 无论是它的全旅车身还是它全新的造型 都给那时候还算年轻的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不过很可惜 因为种种原因我都没有试到第二代的缆胜运动版 但如今我终于等到了它 全新一代路虎缆胜运动版 全新一代缆胜运动版 其实相较于上一代车型 它的整个外观调整是不大的 因为全新一代和上一代车型的整个设计语言是比较类似 而让消费者能比较明显感知到的一点就是整个灯组 相比于上一代车型它是有所收窄 这种收窄的这种灯组设计 会给人一种更加锐利的感觉 也更加符合缆胜运动运动两次的诠释 当然我相信买缆胜运动版的消费者 一定也是冲着路虎的这种传承而来的 像是全新一代缆胜运动版 它有了泵式的这种前机舱盖 在这台车上依旧是保留了 然后整体的形面也是比较圆润的 但我认为缆胜运动版最精彩的部分 才是在于它的车身侧面 要说缆胜运动版最好看的部分在哪块呢 我认为还是在车尾 这种前宽后窄的设计 真是塑到了一代的设计经典 虽然现在的全新缆胜 它也用了这种前宽后窄的设计 但是放在整个家族里边 我认为最好看的 做的也最协调的 就是我身边的这台缆胜运动版 并且在全新的缆胜运动版上 它的整个轮圈尺寸 如今也是升级到了23英寸 真的是非常夸张 所以对于整个侧面的视觉 提升是非常明显的 并且在缆胜运动版上 它还做了一个这种悬浮式的车顶 这一点是跟上一代车型 是非常相像的一点 如果它的车头和车色 让人分辨不出 你开的是一台 全新一代的路虎缆胜运动版的话 走到它的车尾 你一定会发现它的不同 首先就是这个灯组 上一代车型是一个小方块 而到了全新一代车型上 它已经变成那种长条状的 并且还有一个视板 跟另外一侧的尾灯进行相连 所以这个视觉的整体型 包括车尾的层次感 会比上一代要有一个 很明显的提升 当然了 双边供双出的排气 它也是依旧存在的 毕竟嘛 缆胜运动 所以它没有像 全新的旗舰车型缆胜那样 采用一个隐藏式的排气孔 而是直接外路告诉你 我很运动 大家也都知道 早在几年前 中国品牌的十几万元的车型 就已经开始在卷内饰 卷内饰嘛 无非就是卷配置 卷用量 对不对 但是它们始终缺乏那种 真正豪华车应有的那种感觉 而这台缆胜运动版 你一坐进它的内饰 你就能很明显的感觉到 你这一百万到底花在了哪 要知道这台缆胜运动版 它的起售价就已经接近百万了 所以在它的内饰里边 皮质包裹 这是最基本的 并且它这个整个皮质 还是用这种温纱材质 这种材质一般是比较贵的 所以整体摸上去会更加的细腻 当然它也不算特别柔软 另外从整个设计层面 第三代的缆胜运动版 它在设计上也有些调整 最明显的调整就是 这个悬浮式的中共屏 整个屏幕尺寸非常大 另外像是这个全液晶的仪表盘 它是做了一个异形的处理 尽可能保证了你的信息的显示 同时又挺有性格的 然后像这个电子挡杆 这里肯定是在上代车型 就已经存在了 因为使用这个电子挡杆 所以它在下面 有一个小的镂空设计 不过它的无线充电并不在那 而是放在了这个中共屏的下方 这个位置虽然拿取比较方便 但是如果手机你要放在这里 去充电的话 比如说这个车去急加速 或一个什么样的驾驶动作的话 手机还是挺容易 从这块滑落出来的 对于它SUV来说 储物空间的丰富程度也是很有必要的 像是这里边有两个杯架 然后扶手箱也有一个比较大的储物空间 另外就是副驾驶前方 它的上下手套箱这块都是可以打开的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按键去进行打开 上方这块可以放一些 你的私房钱 你的零七八岁的小物品 然后下方你可以放一些 维修过后的保单 刑警证等等之类的 还是比较方便的 不过对于整个车的内饰 其实我有一点还是不太满意的 不满意的点就在于它整个座椅 虽然腰部支撑包括整个舒适性都是很好的 但是它座椅的长度会略短一点 对于大腿的根部这块承托 是相对来说比较匮乏的 哦对了 全新一代的缆身运动版 它的电动调节座椅被放在了门板上 除了中央扶手去能帮助你承托你的手肘之外 它还单独配备了这一个扶手感 去有效的帮你降低驾驶中的疲劳感 像一般开这种车啊 对吧 怎么样 是不是大哥的气势已经出来了 咱们再去看它的后排空间表现怎么样 俗话说 不看广靠 看疗效 从绝对的腿部空间来说 这台缆身运动版呢 并不说特别的充分 但是呢 它也能给我提供两拳的这么一个腿部空间 如果按照这个尺寸 这个价位来说 这个空间表现当然不算是特别特别的充沛 它甚至赶不上一台宝马五线LI 但是啊 我依旧可以去进行一个下滩 要知道我的身高已经达到一米八多 已经超过了中国人的平均身高水平 还有就是它的后排呢 这个座椅的配置也是比较丰富的 首先这个座椅的靠背 可以通过这个电动来进行调节 你的抚养角度 另外呢 就是在这一块 我原本以为它是一个空调的单独调节按钮 但其实是它可以控制后排的座椅通风加热 还有就是这块屏幕 大家看到没有 这块屏幕如果说你是一个有孩子的家庭 那么这块屏幕的重要性已经是不言而喻 其实我们这次的试驾行程呢 共分为了两天 昨天我们一落地之后 就已经被陆虎官方带到了宁波赛道 去感受这台缆胜的运动版 虽然它挂有运动这两个字啊 但是其实它还是一台非常舒服的SUV 所以在赛道里边 好吧 是吧 当然了 在赛道旁边还有一个陆虎的越野公园 对于这台陆虎来说 要知道在窝居内部电视剧里边 宋思明就说过 陆虎的越野性能到底有多么强悍 而如今到了这一代车型上 它的强大必然是毋庸置疑的 好了 咱们也来回归一下正题啊 这台全新的缆胜运动版呢 它当然是配备了捷豹路虎自家的 因杰利3.0P发动机 并且这台发动机还挺有意思的 首先呢 它不单单是有这个涡轮增压 它还有一个电动增压器 另外呢 它还有一个48V的清混系统 这三者相加能让它的最大马力来到400P 峰值扭矩呢 也有高达550牛的牛米 怎么样 这个动力是不是很夸张呢 那么咱们再回归到这个日常驾驶上 这台发动机和这个来自财富的8AT变速箱呢 它们匹配在一起 给我的感觉就是 仅仅从低扭层面 就已经非常充沛 属于你一点 车立马能给你一个很好的响应 并且呢 整个变速箱也是非常乐于去换挡 尽管这台来自财富的8AT 日常会非常积极的生长 整个发动机的转速呢 也会一直保持在一个比较低的转速提起源 但是呢 因为基础排量和动力在这 所以整个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非常从容的 这还仅仅只是放在舒适模式下 我也没有太敢深踩油门 如果深踩油门的话 虽然它只是一台6缸发动机 但是它发出那种跑小声 真的有种八缸那种感觉 这种感觉真是非常的赞 而且也是这种买豪车用户非常在意的一点 动力嘛 就像男人兜里的钱 我可以不用 但是不能没有 以我对于大排量发动机的了解 这个车在中后段的加速 可能会比它的前段加速更加的猛烈 那么咱们再来聊了这个底盘悬架 这也是相较于上一代车型有很大变化的一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虽然我没有开过第二代的缆胜运动版 但是根据不少车主的反馈 第二代车型呢 它的整个底盘会比较的偏阴朗一点 而到了全新一代缆胜运动版上 这种悬架柔软程度是要比上一代更加的舒服 也是更加的惬意的 这点要直接的好评 这里边的功劳呢 当然是要莫过于它配备了双枪式的空气悬架系统 对于整个颠簸的处理会非常的柔和 再配合这个非常宽大的座椅 所以坐在这里边就是安静 惬意 从容 全新一代的缆胜运动版 在我看来它这次升级呢 更像是对上一代的察觉不漏 整体的升级幅度并不算特别大 尤其是对于上一代比较偏向于阴朗的驾程感受 在这一代车型上 它也是完全的弥补了过来 然后另外回归到这一代的整个驾程感受上 我觉得跟它的大哥缆胜是非常相像的 所以我身边的这台缆胜运动版呢 你其实可以看作成缆胜的青春版 咱们话说回来啊 如果是你有100万的预算 那么你会不会考虑我身边的这一台 全新一代的缆胜运动版呢 咱们评论区见